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行似与神似这个问题是灵帖当中的一个大课题 有人就强调神似重于行似 这么讲原则上说没有错误 实际上行似问题解决不了 神似的问题往往谈不到 那我想请问行似的具体要求是什么呢 行似就是这个四字的标准是什么 行是个具体问题了 四字的标准是什么 有的前辈书家这样谈过 要求领出来的字迹 要与原背帖重影 那这个要求相当严格 中文这个意思大家都明白 这个写来的字之后 往背片上一落 放在一起 它就是上下核的一体 字形上丝毫不差 听到要求太高了 可能是过了一些吧 实际上 要求这样高的话 尽管做不到 要求还不能降低标准 这是前辈书家们运行良苦 作为我们来讲 我们应该更切合实际的讲 仍然是在向大家说 要求酷似 逼孝 不可以用神似 作为一种借口 而忽略形似 这个形似呢 就是要求 从结构 到笔画 这方面 达到念真才好 尽管这个要求 就是过分的语言 然而 它总是有意无害 所以在 这个 临帖过程当中 首先说到形似 神似的问题 是我们下面要讲的一个问题 也就是 所以今天我们主要话题 它的虚实 持素 等等 因为神似呢 相对说抽象一些 但是我们还另一种 把它说明白 所以今天我们谈一谈 关于虚实的问题 这个解释 虚实这两个字呢 有在书法上 有很多和它相近一些次语 比如说持素 粗细 轻重 等等 这些个都会很接近 然而 都不十分准确 也就是虚实二字 就很难说用其他东西来 代替性的解释 那么我们可以用强热 这两个字呢 倒是相对接近一点吧 这样说吧 刘法女可能在音乐方面有些研究 书上有些研究 我明白名的意思 也就是说 像音乐上的强弱 次强弱 这种节拍 这种韵律 就这种关系 比如说我们四次的拍节当中 有强弱 次强弱 有这些个关系 在书法当中呢 也和音乐有很多相近之处 我们现在讲的持素 虚实 这些个东西 也是在音乐当中那些节奏关系 只是我们不用这种语言罢了 我们现在可以这样说 如果有四个笔画 特别是相同的笔画 比较都是横画 四个笔画相同 一定要分出强弱 次强弱 那您说的这种笔画 是不是就由这个笔画的长短粗细 这种轻重去表现呢 对 要有弱感方法表现 还有的 就是轻重 不完全代表虚实 尽管是原则上说 实笔性能应是重 轻的笔画应该是虚 但是在形体上看 重往往代表粗的笔画 而在书法上说呢 粗的笔画不一定都代表实 细的笔画不一定都代表轻 都代表虚 这几种关系是很复杂的 我们这么说起来呢 有点脱像 您还是给我们演示一下 好的 我现在写一个四字 就是一二三四的四 这个四字能写个古字 古写的四字 有一种写法就是 直接写四横 一是一横 二是两横 三是三横 到四字可以写成四横 我们看一下 你看这四横 都是横画 它就区别开来 应该说呢 从强弱观上看 最强的是最下边这一横 次强呢 是第二横 弱呢 是第一横 次弱呢 是第三横 这一关系 顺便说一个问题啊 我们在讲书法的过程当中呢 和平常书法作品当中 都要涉及到一些个繁体字 一体字 卑别字等等 对于这些东西呢 观众朋友也应该掌握和了解 但是在平速书写当中 日常生活当中 尽量都使用这些字 这是一点 即使在完成书法作品当中 也不以这些卑别字 和那些一体字 生辟字 那种写法 以此为能 这都是一种 宣耀 显示 这个 在书法当中 不是一种 这个我们特别 提倡的东西吧 所以呢 我们在讲书法当中呢 只是为了 去找自律 来说明一个道理 然后我们谈一下这个虚实的关系 这个虚实呢 跟持速有关系 就是快与慢有关系 通常的说呢 快的往往是虚的 慢的往往是实的 当然也不尽然 就是一般的来讲 长笔画为实 短笔画为虚 这是一般的说 有时候也不同 比如说 我们如果 写一个 写一个图字 图字的图字 上针 短的横为虚 下针的长的横为实 但是因为我们写一个 战士的式子 下面这个短横 就不能说是虚横 因为这就有个什么关系呢 往往是 上为虚 下为实 既然呢 我们刚才说了 长为虚 长为实 短为虚 就遇到一个上为虚 下为实的关系 所以 长横不见得 但是写的下方 如果写的上方 所以这些关系 都是一种辩证的 因此 虚实这个关系 就是相对抽象 相对具体的东西 所以 你长到它的时候 不能都用尺素 长短 粗细 大小 来区分 还有很多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 但是有一个基本规律吗 应该有一个基本规律 我们向大家粗略的做一点介绍 一般的说 还是刚才说的 粗为实 细为虚 长为实 短为虚 上为虚 下为实 横为虚 竖为实 撇为虚 那为实 这一般的说 我们做一些解释 比如说实 这一横一竖 怎么表现虚实呢 对 这个实 这就是横为虚 竖为实 相比之下 竖也粗一点 横也细一点 这个实 我们要写出 注意一个结构上的问题 就是这一横尽量的使左边长一点 右边短一点 区别就在中间的树来看 比如说 我们现在如果去济量一下 就会发觉左边稍长一点 就稍短一点 如果我们写到行书阶段的时候 还可以把它写成 这样仍然可以使用 很明显 但是塔户 这一竖跑到这边来 就不可以使用 不管是哪种书体 这两竖是失败的 所以我们又说呢 现在谈到一个什么什么创新标准 当你不懂法则的时候 你就是忙人欺瞎马的 瞎创 这就很危险了 所以在这些问题上 都有个严肃的态度 应该首先对法则掌握千里之下 在他们将来的 你的秋心秋变的问题 那么我再举例说 比如说左与右的关系 应该左为虚右为实 左为虚右为实 比如说我们写一个 这个口子型的 比如说品子 我们就会发现呢 最实的是后边这个口子 最虚的是左边这个口子 然而处于中等状态的 是上边这个口子 这就看到了 它的虚实关系 这是从杰跟我说 从笔画上也是这样 我们比如说我们单写一个口子 左边那竖是虚的 右边这一竖是实的 从这两横看呢 上面是虚的 下面是实的 这就一般关系讲的 上为虚下为实 左为虚右为实 这种关系 我们再看一看 我们再看一看 比如说 有一个字 这是个瑶字 你看 从结果上说呢 本来都是这么两个时差 斜差的 上面就短小 把它变成虚的 下面放开了 做一种实 这是从结构上看 从这个笔画上看 上边呢 撇呢 比下面撇短 上面的那 就变成一个反了 又长点 这一这个长那 放在下边来 所以这就看出来呢 上下之间那种关系 而单从这个撇那来看呢 又发现撇 轻于这个那 所以又是呢 铁是为虚 那为实 所以这些的关系呢 我们梦懂 逐渐逐渐就知道了一个 这个 神寺当中的一个窍门 你懂得持素 懂得轻重 懂得虚实 跟身材的问题就接近 因为你明白 他运行的过程 这个运行的过程 从心到他的 这个心体到他的行笔 你都明白了 神寺问题 就接近于解决 然而我们平常所说的神寺呢 还有另外一个含义 就是数码家本人的那种特殊性格 那种 这个信仰和天赋 情绪等等 那种神寺的东西 那不是你能学来的 比如说 你不读书 你只从前学习书法 你能掌握欧阳寻的 那种学士修养 可以吗 不可以 你没有他的精健阅历 没有他那些复杂的 坎坷的 艰难的经历和过程 你能学来吗 学不来 所以有些神寺的东西是学不来 因此我们学行寺的 相对说是绝对的 学神寺相对 又是一种辩证的一种态度 我想听老师 咱们前面讲到这个迟速的问题 就是在我们硬笔过程当中的一个问题了 你能不能给我们演示一下 这迟速的问题 好的 我们呢 把一些笔画呢 写慢的让大家看一看 这个过程当中 哪快哪慢 比如说我们写入禅横 起笔 稍慢 收笔 稍慢 行笔过程当中 不能含糊 速度始终保持稍快 我们写一下看 所以这个关系 这是说的 起一柱笔的数 稍稍的 让它慢一点 行笔过程当中 叫快 那么这个 这个数笔也是这样 看 也是这样 比如说同样是数笔 左边的笔 数笔 就是稍稍的虚一点 就是稍稍快一点 看 右边就稍稍的慢一点 再看一下 虚横 什么叫虚横 起笔是尖的 身笔和实笔差不多 齐笔是尖的 不是方笔 是圆的 那么 第二横如果是主笔 就变成十 而齐整 变成方笔了 所以这个关系 要经常要掌握 当你不懂 虚横怎么写 你等于不懂 实横一样 因为你的字里 没有虚与实的 这种虚实是相对的 你等于虚 等于没有实 这是一个相互统一的关系 所以虚横要会写 但是我们还要说清一点 当你这种 持肃的关系也好 它不是刚才我们说的 强弱气 刺强弱 就是单纯的四种关系 它是 若干个不同类型的 不同程度的虚 若干不同程度的实 也许 一和二之间比 一就去二就是实 但二与三之间比的时候 二只去三是实 所以这一个字当中 有很多很实的笔画 而实的笔画当中 又不尽相通 我们写一个 比如说写一个 重要的重字 除了上边横向的是一个短篇之外 开始长横 我们边写边解释 这个长横写的上段 它并不是最实的笔画 而下边继续写 写的最后的笔横 倒是相对实 这就长一短并不是完全代表虚实的关系 我下边写 这又是一横 在横着之前 最虚的是这笔 在中心 最虚 但它不一定是最虚 这笔还是再虚 但是比中间那笔稍稍实一点 这笔又是虚的 但是它略比中间的那个虚笔要实一点 数笔当然是这个重字的主笔 但是最后这个横 别看短 其实非常有力 应该说在所有横当中 最后的一横 应该是重笔 是这个实的 那么 欧阳勋在写这个重字当中 有两种阶体 你看 还有一种呢 把最后一横写长 把上面最长的这个横 却把它写短了 叫欧阳勋的另外一种写法 我们来看一下 它吐出了最后的一横 但是呢 后人经常使用的是 这种前段这个 欧阳勋这种写法 对后者这种结构呢 不如前面这种美 这个欣赏美的问题 是见仁见智的问题 我们再点几个点来看 就是策法当中 看这个速度问题 比如说 远的上端那个点 一七米是快的 往下走 那 收方是快的 所以他也跟刚刚那个常行又不一样 横竖这样的关系 齐笔收笔慢 中间行笔快 可是在点这个问题上 齐笔收笔是快的 行笔是慢的 这就是人家笔画的不同 我们再看 左边 就是心字的左边那个点 你看 齐笔很快 都是齐笔快 收笔快 行笔慢 这点点 所以一下笔 实际上是 一下笔是打下去的 是这样下去的 没有一个 齐笔是像树笔这样 横笔这样一个过程 没有 它是直接打下去的 所以写其他的点也是这样 这是个齐笔关系 我们要看得清楚 写撇了呢 又不尽相同 在长笔当中 齐笔稍慢 它在齐笔是稍慢 心笔稍快 到撇腐这块 我们把它叫做 所称的撇的肚子 到最粗的这个范围当中的时候 笔画忽然慢下来 慢完之后 到齐笔之前 忽然快下来 因为到尾部 尾部再涂一袋水 笔画就不精神 因此在写的这儿说 可以看得出来 那么这几个过程 从慢到快 到最慢到最快 这么一个关系 那笔呢 那笔是 入笔是快 入笔是快的 行笔是慢的 到最粗的那块 是最慢的 齐笔之时 是最快 所以 齐笔与收笔处 都是快的 行笔当中 有稍慢的地方 有最慢的地方 再看这那笔 是这种关系 所以在 持速这个关系上 与虚实的关系 是很密切 我没有明白这一点 我现在下边 给大家写几个字 看来这个 持速的问题呢 不仅是在 一个笔画当中 从这个 入笔 收笔 涉及到一个 持速的问题 因为从一个字 当中的不同笔画呢 也有一个 持速的问题 嗯 由此呢 就可以体现出 笔画的虚实来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提供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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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